这一节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设计的其他设定部分 之前我们讲这个设计主要是针对这个更改主题的部分 那其实设计里面还有一些细项可以做设定 比如说这个更改主题我们之前讲过了 就是去更改选定你要的主题 选定你要的主题 那底下呢还有一个show old themes 就是可以去秀出比较旧的主题 show old themes可以秀出来 像这些是以前比较旧的主题 其实也都还不错 那比较新的主题就属于上面这些 这比较新的版型 比较新的版型 那比较新的版型呢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看起来比较大方 而且呢手机版的反应速度会更快 针对手机的版本反应速度会更快 那还有一个就是recently used 就是你最近使用过的版型有哪几个 它会帮你记录起来 那还有一个就是custom custom就是你自己更改过css或者是html之后 然后你存档的版型它会记录在这边 好那我们现在关闭 等一下来示范一下 什么叫custom的版型 那这边有个更改字体 那其实只能改它的尺寸大小 右边右上角这个尺寸大小 那字型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是中文字 所以它没有 我们用默认就可以了 因为它这个都是针对英文的字型 所以中文字在这边选择字型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 就只有阿拉伯数字跟英文字才有用 所以我们会用到只有这个大小的部分 对我们是比较有用的 还有这个颜色的部分对我们是比较有用的 其他就没有什么用处 因为我们是中文字 所以这个字型我们就用默认就可以了 默认就是预设的意思 好 然后再回去 好这个导航菜单 这边有大小 OK 如果你觉得字不够大 那我们就把它放大一点 这还不错 然后这个更改背景 更改背景主要是更改这个图片 其实这个背景图 我们按这个图片编辑就可以改了 然后这个搜索框 就是在上面 可以有一个搜寻的栏位 可以搜寻整个网站的资料 只要Key关键字 就可以找到整个网站的资料 可是呢 这边有个信号 就代表说 这个是要付费的版本 才能够使用 所以目前打开也没有用 没办法开启 他会跟你说 要去通知网站管理员购买 然后社交媒体图示呢 就是指上面这个图示 打开 有一个Facebook的连结 电话号码呢 就是右上角这个电话号码 打开就跑出来 好 那社交媒体图示呢 我们把它点一下 这边就会显示 你要不要把推特也打开 那显示 按一下显示 那这边就可以输入推特的 你自己的个人推特的网址 那你看这边就跑出来了 然后你要linkedin 是linkedin打开 返回 你看这边就跑出来了 或者是email你要不要打 email打开 记录完成 那email怎么没跑出来 我再点一下好了 email打开 然后显示要打开 显示要打开 然后再打你的email 然后回去 ok 好 那这上面的连结呢 比如说我刚刚只有设定Facebook 我有打Facebook的网址 所以在发布的时候 我们去看一下前台 点这个网址到前台去看一下 那你会发现 刚刚我们开了四个对不对 可是呢 因为我只有Facebook 我有输入网址 我有输入网址 其他的我并没有输入资料 所以他不会秀出来 他不会秀出来 ok 虽然后台 你看得到 但是他前台不会秀出来 除非我们在里面打上去 打上去那个网址 他才秀出来 好 OK 这是他的好处 好 那最下面这个编辑HTML 编辑HTML 这个就比较 我们在这边不会去教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很深 就是如果你有去学网页设计的课程 比较深入的网页设计课程 才会去学到这个HTML 这个包含 比如说你看Color就是颜色 某些字体的颜色 或者是大小 字的大小 FoneSize 那你设计完之后 比如说我故意改一个 我故意改一个 比如说Size好了 13 我把它改14好了 那这时候你看保存 右上角这个保存 然后保存的时候呢 它会跳出一个 这边没有秀出来 因为我之前保存过一次了 我之前保存的时候它会跳出叫我输入档案的名称 这个档案的名称 所以我们刚刚在Custom的地方 制定不仅的地方才会有那个 MySet 然后我现在要做一个动作就是 好我再更改一个主题好了 然后我再去更改再保存 好我改这个主题选这个主题 然后选择主题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再故意到设计的地方去编辑这个 HTML CSS 故意去修改它 因为这个是它预设的版型主题 我们挑选了其中一个版型主题 那你故意去修改它之后 它是不是就跟原来的不一样了 比如说Color FF是白色的意思 我故意给它打个A好了 随便 那它颜色就会变了 好然后我按保存 这个时候呢 有没有它就跑出命名你的主题 MySet 2 然后再按保存 表示呢 它现在的样板已经被你修改过了 所以它已经跟原来的样板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如果再去按更改主题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除了原本的主题 还有 这个Custom 就是我们自定的 就是刚自定的 有没有 Site2 就跑出来了 My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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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之前自己设定的 然后MySite2 就是我刚刚修改给你看的 等于说以后我要换布景的时候呢 我不仅可以换预设的 我也可以去套用 我本来自己修改过的那个布景主题 好 那我们这边不会去教你 怎么去修改去DML 跟CSS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可能要自行去研究 因为这个跟网页的设计排版 比较有关系 跟行销没有关系 那我们懒人包主要是 针对行销 在短时间内做出漂亮专业的网站 然后去行销卖东西 所以设计的部分 我们就不太琢磨太多 OK 这个就是设计的部分 除了更改主题之外的 其他一些设定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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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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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